分别把后面的东西完成就OK了 我们习惯了 如果将来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撰写程式的话 至少你可以把中文先打上去 比如我第一个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做什么 第三个做什么 第四个做什么 你让中文打上去前面加个单引号 然后再把程式补上去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如果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写 有时候可以将来得多一点范本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 你就把它稍微改动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要的程式写出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 第二步骤 我先把这边先清空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还没完 Delete掉 好 那再来第二个是 怎么样自动带出其他栏 其他栏有哪些栏呢 就是EFG 可是问题来了 EFG 那我应该 假设E栏的话 比如说这边输入的东西 一样是DR列等一栏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如果不知道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丢公式 丢公式 之前我们不是写蛮多的吗 那怎么丢公式 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储存格 它是Average B7 冒号 D7 对不对 那如果我将来丢的话呢 只要把这个7改成8不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可以 一先把这公式复制一下 把上面这个 二的话呢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那一样啦 我讲过啦 你要把公式放上去之前 注意两个细节 一个是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看起来没有 没有的话就不用 第二件事情的话 但是如果你现在 假如你输出的话 它变成说 它是会跟上面这个结果一样 所以我应该怎么改呢 把什么呢 之前是把7改成I 对不对 但是现在因为不是I 而是什么 对 R 所以就怎么样 把这个R 放到7的位置比较好 看懂这意思吧 OK 所以改的方法 跟那个I的改法一样 只是 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一个 之前有没有 所以 E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R 不是加I OK 好 那M的前后加什么 加空白 那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再把那个 这个 一样再做一遍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边来 好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OK 好 那再来的话 F的话 如把炮刺 所以F的话 那我们一样 就把这边 拿这个来改 这边把它改F 然后一样什么 输出公式 所以 双引号两个 干脆 以后 你要输出公式 直接 先把这三栏 先产生 EF区 然后分别先把这公式 把它复制 不过 不过 像这边取下 这边 你看 双引号 所以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那建议是什么 直接用取代的方法 就是 副主用程式里面的 记事本 不过虽然这不多啦 不过我有时候还是很懒 常还是会错 所以 双引号一个变两个 全部取代 一个 然后把这个公式复制之后的话 再贴到哪里 贴到F这边贴上 然后再来看有没有列号 有在这里 所以把这个列号 拿这个来复制 因为刚刚这个一样 刷一套到刷一套 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盖上就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是 这个 然后把这个 这更多了 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利用什么 这边贴上 取代 全部取代 好 取代完之后 再把这个复制 贴到那个什么 我们的 这个后面 那做法跟刚刚一样 贴上 然后看到有没有7 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 只要不要做错 双引号到双引号复制 一个7 两个7 大家看得懂吗 OK 所以这其实要很小心 只要不要做错 保证 OK的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而且这方法还蛮简单的 真的非常简单 那跟各位讲 这个不是哪一本书里面 这个写的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这一招真的是 让程式简单太多了 当然你看别的 那个书里面 讲到表单输入 写了好多 发生这一招最简单 丢公司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资新 输入 比如AAA 再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 自动帮我完成 其他蓝的资料 Enter 现在Enter没用 应该要按新增 有没有发现 过来了 OK 那当然这边会有小处点 不过你干脆用格式自己把它改一下 因为这个格式做一次就好了 但你也可以写程式 只是我觉得有些地方 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一次就做 好 那再来的话 一样就把这边改成BBB 应该这个没问题 然后新增 OK 有没有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在完成什么 完成清除资料 游标放上去 这个蛮简单的 怎么清除资料 这个叫做 TestBus1 里面的资料叫.test 给他一个没资料就好 所以写法很简单 清除资料就是 要直接拿这个来改 这个TestBus1 然后里面的资料清空就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这样就清空了 然后就把这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分别把它改成 1234 这个比较简单 1234 然后最后的话 游标再放回到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就TestBus1 游标怎么放回去呢 其实就需要一个动作 所以点下去 其实 动作的话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 里面只要是绿色的 是Copy吗 不对 复制 是Cut吗 不是 所以其实哪一个才对 其实我们不用这么麻烦 其实就是叫什么 用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东西了 因为里面的动作不外录就几个 不外录就是复制 剪下贴上 然后这什么呢 Set Set就是修改的意思 修改它游标放的位置 Focus就是游标 意思就是说把游标放上去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SetFocus 好 大功告成 那接下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所以诊字我写完了 该不难理解吧 所以下来看一下 所以我就 CCC Enter 新增 有没有 很听话的游标放回去 OK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已经 至少输入资料 没问题了 不过呢 当然 站在程式的角度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今天输入一些资料 假如他输入了可能 飞速 比如说他是100分 然后又打个100 这样可不可以 那一定不行 因为这种根本就文字 会不会有人犯这种错误呢 难免 不知道 或者是说呢 他明明应该是100分 他给他打120分 或者明明应该要输入 他没输入 那像这种问题的话 你都应该做防呆 OK 那当然你不防呆 也是可以run 只是说城市会挂掉而已 可是问题 我们要怎么防呆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刚刚讲的城市呢 就是在哪 哪个 就在这里 云端上面的第四页 里面的 二三四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第二 就是那个地方 把第七列改成R就可以了 那方法跟I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2 6 9 7 感谢观看